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星与汉斯再次携手走到了一起 他们第一次结合的时候默默闻 而此次不解高调宣誓婚训 而且在大婚前替自己生日的档天 金星在微博上也删除了油画版的订婚照 而这幅油画作品也是汉斯送给金星的生日礼物 在微博上金星对大家的生日祝福表示感谢 同时对汉斯所送的这个生日礼物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喜悦之情 画中的金星悠闲的端坐于沙发之上 身穿一身传统的中国旗袍 虽然是坐姿却也勾勒出了完美的身材 凭权为一份成熟的妩媚 汉斯站在金星的身后 痴情而忘 虽然没有现代婚纱照 中那种显而易见的幸福之情 但整个画面宁静而在呀 更凸显了一份岁月静好 现实阿文的享受之情 金星是我伯婆付声明的舞蹈家 面对即将到来的到婚典礼 金星的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 并喊话金星要她晒最美婚纱照 而这一油画版的订婚照 满足了大部分粉丝的好奇心 称赞她是最美新娘 金星的前半生可谓传奇 她自小仍爱舞蹈 在九岁的时候 加入了部队文工团专业学习舞蹈 十七岁的时候 就获得了草里杯舞蹈大赛的奖项 之后金星在舞蹈表演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也走向了国际 众所周知 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 金星接受了变性手术 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变性人 而这一年对金星来说是她生命的一道分水岭 她从一个温柔的男性变成了一个刚毅的女子 恰似她的舞蹈缸中在柔柔中运缸 如今历经世事的金星 即将与汉思在结连里 这段跨越的时间鸿沟 和地狱差距的情感 经历住了考验而历久迷心 就如在他们的油画版订婚照中所展示的那样 汉思就是金星身后那如山 越关坚定的一口 金星曾不无幸运的感慨 说自己嫁给了爱情 面对金星的坚韧和传奇的前半生 我们唏嘘感叹 此时此刻 只想用最真诚的心 祝福他们幸福久远 感谢观看 达 坚定 çocuk